根据著作全法第52條的規定 在報導、評論以及其他正當目的的情況下 在合理範圍內是可以去使用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今天反對謝國楊市府的民眾 自發性以辉諧諷刺的方式更改刊版上面的圖文 這是人民表達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 絕無任何誹謗或是侵犯著作權的違法行為 過去這一段時間 謝國楊市府不斷地以行政資源來去干預罷免 處處阻撓人民以合法方式行使憲法保障的罷免權 如今又意圖浪費司法資源 藉此來打壓人民在發表言論自由上面的權利 這些粗暴的行為 其實都只會讓人民對這個市府感到更加的失望 不是 我們先按0 我們先按0 怕影響車子啦 快快快 我們先按0然後去那邊連反 我們先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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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邊 我們先按0 看前面 我們先按0 看前面 我是市黨部發言人郭建方 針對罷糧團體 三海公民拆糧行動 未經中國國民黨 基隆市黨部允許 擅自 惡意篡改本黨部製作之馬英九前總統 支持謝國良市長之反惡霸 挺善良動員文宣 造成公眾混淆 基隆市黨部 基隆市黨部今天協同委任律師尤惠金向地檢署告發 我們認為罷糧團體涉犯法條包括刑法第210條的偽造變造失文書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而傳播不實之事以及著作權法第91條 及第92條 知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等 市黨部強烈的使用譴責使用卑劣手段的罷免活動 把馬英九前總統反惡霸挺善良改成挺霸良 不僅完全的背離事實更損害馬前總統之聲譽 同時也侵害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的著作財產權 此種企圖讓民眾誤解惡意扭曲的手段無益於民主政治的良性運作 公民團體可以用自己的文宣表達訴求 但不應惡搞前總統製造假訊息 進而透過臉書等平台散布宛如政治的詐騙集團 為了遏止這種歪風 我們依法進行告發 希望地檢署能盡快展開調查 給予被告應有的懲戒以維護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及發展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但是並沒有張官禮貸或是漁目混珠的自由 以這樣的方式來推動罷免 到底是會讓基隆或是台灣的未來向上提升 還是相應下沉淪 相信基隆的選民自由攻斷 那我們基隆市政府就是會持續把市政做好 讓更多的市民看到我們的施政亮點 國民黨急了 他們已經方寸大亂 而且這個口無遮攔的這樣子隨便指摘 看到歐陽就怕情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行為 只會引起更多民怨 造成民眾更大的憤怒 相信民眾沒有辦法接受國民黨這樣的一個操作 我相信這個國民黨金融市黨部主委 所謂的將軍主委 你也很清楚知道軍隊國家化 那你更應該清楚所有法規範的價值 所規範的都建立在人民基本權力的保障上 你怎麼可以做著這樣昧著良心的事情呢 好我想國民黨真的是拿著大炮打小鳥 不管這一個網路上流傳的圖卡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在網路上大家都享有言論自由 那這樣的一個言論自由它的界限還是有存在的 也就是說它不能有違法的一個疑慮 而且也不可以有侵害他人權利 那我們看看這一張圖卡 根本就是在言論自由的範圍裡面 所有的人看到這一張圖卡沒有人會相信馬英九在挺霸梁 難道國民黨認為馬英九真的在挺霸梁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請國民黨拿出證據來 那這樣子你的訴訟就有可能會勝訴 買買買拍拍拍 基隆市長謝國良 21號找來前總統馬英九一起到七度的市場掃街 要催出反罷免票 活動現場對接 柴良團體大動作舉拍抗議 直求對決 謝國良他應該要正式戰鬥來提出他的政見 來跟我們正面對抗 說蝙蝠會生蛋 然後馬英九也說這個 鹿融就是鹿兒的毛 他們真的好像 其實謝國良真的應該要做總統的材料才對 這一次如果要重新投票 那我希望跟總統來一個勝利重握 來 握給大家看 謝國良緊緊握著馬英九的手 高高舉起回擊霸梁民眾 護梁霸梁雙方陣營緊緊相隔一條街 就怕發生衝突 警方早早部署警力嚴正以待 但還是突發意外 回中國馬英九衝藥犯頭 馬英九至此到一半 有抗議民眾舉著海報突然衝出 被警方火速壓制 才讓衝突沒有進一步擴大 而謝國良也透露下個禮拜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要到基隆幫忙聲援 蔣市長在下個週末會來基隆 回來回訪我們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共同吃的美食 侯市長我也有邀請他在基隆 最近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音樂演唱會 未來來迎明星市長都要來基隆力挺謝國良 從國民黨全黨動員顧良 到傳出霸梁二階段連數查對作業 基隆選委會可能祭出多達兩萬五千多份的查詢單 引起更多反彈 也讓謝國良火燒屁股 3D新聞 周春緯王毅的SNG小組西隆報導 都不見了 在今集中 我們會在今集中 Irony的Niket 觀賞 場上 氣色 知道 本來是 真正的 B